各位你好 今天想要確認喔 最後你媽在公平 呃 頂方最後在穩定上面收數的方式告訴我 穩定上面有反應固定成本跟反應變動成本的東西 你覺得我不穩定的財源會影響到固定成本 但你覺得我會影響到固定成本的支出對不對 我可以看一下你媽那個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的資料嗎 結果我媽好奇那個三分之二的養護究竟是用在哪裡 跟那個固定成本的支出是用在哪裡 先看這支前面有說 幸好我現在在談到養護有七個項目 那比如說一路基邊坡或路面 你看他細部都是一些擋土設施 或者是探墊 我要談這一份 先有前面的基礎之後 後面說所謂的預防性養護佔65.7 破壞後養護佔35.3 看什麼是預防性養護 他這邊有說是邊坡微物照明設施 標誌的微物 後續你談的車子會破壞才在破壞性養護 對啊沒有我問你的問題是 那些預防性養護的受益對象 是不是依舊是那些有在使用道路的用路人 那你就要 那是不是至少在最後 不對不對 沒有 要讓我解釋很快一個東西 你前面談的是外部成本 每個人要各自內部化的去反應使用準付費 你現在如果主張的是 公有才比較常使用的 我就要處理這個重量的概念 這一樣是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如果我沒有造成什麼外部成本 單純只談公共財使用頻率 會不會還要使用準付費 真的要重談 我方覺得不能這樣主張 沒有 不是 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其實 好 那沒有 我細部問兩個問題好了 第一是事實上從你最後 這個預防性養護的資料上來看 我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我方在加徵課徵之後 你會覺得我的收入不穩定 一定沒有辦法支出 這個要不穩定養護 我先證明 你沒有證明到我的制度底下 不穩定到沒有辦法支出這個 第二是 就算要支出這個 為什麼不能跟耗油連結 我好奇的是這個 好 我先來解釋 很快 兩層 第一個 我剛剛談的是 所以我單純在談法理 因為你不能從每一年的油 沒有 你不要再跟我談法理 你回答我的問題 我現在要回答你 很快 我不算你時間 就是如果你按照在法理的認定上面 你客人標的是照油的話 然後你會撥動 所以我方才覺得 從大量度沒有撥動不重要 你還沒有論證出我的世界底下 會撥動到不足以指引 那我下一部分的問題是 為什麼要你談 沒有 一方面是我方一開始在計算 這對你告訴你 它是針對現況底下的期限費的分配 收入不會減少 因為這是我方算的 那進一步來說 你其實也有 算得上去 沒有 你其實也沒有 就是在穩定的份 我確認 大家其實都已經知道 你其實還沒有論證 在我的世界底下 我有多不穩定 那進一步來說 我要問的是 預防性養護的支出本身 為什麼不是針對會上路的使用者 受益群體進行課費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邏輯有問題 因為我現在談 預防性養護在維護的東西 跟使用者頻率 你比較常使用就會壞 這個概念是頻率的 你要開上路 就要有路給你開 有路給你開的前提 是不是就做好路面的保養 才有好的路可以開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解釋 是不是 我確認這個是不是 確認 為什麼不是 我現在很快解釋 我剛一直在主張說 你談的都是 我壓壞馬路的 這個成本要自行吸收 反應你的使用量 要為了你的預防性 對你做出的預防性養護 這都是使用者是 沒有 這終究還是在考量你上路的使用成本 你使用者會不會 有沒有詮釋的那麼廣益 只說我自行造成的成本 我們連國家給我的 比較安全的路這些事情 都要使用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沒有聽不出差別 真的聽不出差別 就是聽不出為什麼 我解辯跟解釋差異 好 那你解辯後續再解釋 先確認一下這個結論上面 沒有辦法 把它跟耗友本身 必須要反映的那些道路成本 做出分別 後來要確認你下一塊 你下一塊是告訴我說 那些司機會因為你的 因為我幫的制度 所以活得很慘 有一次你覺得 那我進一步問你 現況底下針對那些人 你其實也有告訴我 現況底下 我們在氣燃費的徵收上面 會對於那些司機本身 面臨到不一樣的產業衝擊 所以造成做出因應 對不對 我先確認你有講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我確認 那為什麼今天 這個調整本身 在我的世界底下 這個調整本身 不能透過其他的 很簡單 一定要透過 很簡單 現況是偶爾有疫情 我免贈你氣燃費 如果你是常態照差 成不少的 那這個偶爾 這個偶爾 為什麼不能透過 其他的配套來解釋 那是什麼就讓你解釋了 謝謝 好那第一階段的比賽告一段落 我們其宣布在臨場三分鐘後 有反方現行接變 會變成為藥了 在外層的旅程中 影響 一陣容 開放 閉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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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問我讚好各位 還有中間 請跟大家道歉 坦白講就是 我不是很喜歡打比賽的時候 去argue說 就是 為什麼你程序正義者 但坦白講 當我質詢的時候 有去跟對方去了 你有沒有要告訴我你的舉證說 1.4真的總體來講是夠 夠的價值不值 可是1.4到底是夠的時候 你幫美舉 然後當你 莫子的時候突然說 你的1.4是真的夠 我也會很覺得 我方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就是靠別對方說什麼 但坦白講 因為為什麼那一輪會問重要 是因為我方的資料是告訴大家 要2.5點為之現況廢利的時候 或甚至更高 有的資料算算的散 總之都不會低於2.5 你才會足夠 很簡單的邏輯 因為現況是2.5乘上你的天數 再乘上你中間的平均優惠 我成的東西更多了 我怎麼可能會是1.4就夠了 所以我方真的覺得 在穩定的這概念 用邏輯最後打這件事情 應該可以成立 OK 那剛剛後續 我方之所以 覺得對方價值上面有點跳躲 那概念比較細 是我們在談 到底使用者付費 在規費性使用 可是撇除外付成本 我單純假設今天一個人 我方一遍 他走了這條路一次 我走了兩次 我們都沒有遺留任何成本的時候 我有沒有需要 為了我多走一次 我的使用頻率更高 所以負擔更多的成本 我方覺得這在法理上面是一個 完全跟使用者付費外付成本 內部吸收 完全接來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方才說 如果你要主張電視 你真的需要透過學理之類解釋 不然從一方開稿也告訴我說 竟然被指定外付成本 所以我們才來仔細的去探討 那個外付成本的內部 比如說分配比例 哪些是真的跟使用頻率有關 哪些其實是要維持 有點穩定的概念 所以 他其實有很多的概念 比如說 我拿來蓋道路 我拿來修道路 坦白說 你方先證明的 也只有在養護的那個項目裡面 會不會使用者頻率 而導致我應該要更公平 假設你要宣稱公平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這樣宣稱 就跟你說正方其實會打環保 那我也沒有說 他不是法理上面認可的價值儀式 他就不重要 只是在價值排序上面 會認定他相對是比較後悔 我方只講這件事情 OK 那在整體公平的內涵裡面 我方覺得 規廢性質 單純要解決外付成本 很簡單 但是在解決外付成本 是不是真的要隨著 每個人的使用頻率而附帶 至少從法理上面 這樣才真的看不出來 所以對方要解釋 你要提到公平的時候 我方才會說 在你價值比較後悔的時候 你要去看你犧牲什麼事情 所以我方所有證明的產業衝擊 先談兩個我方之後要收分 一個是穩定 穩定的怎麼證明成功 我方前面有去解釋 而穩定的價值 前面我方又解釋的時候 說他從法理 對方說不要談法理 其實他有點掛鉤 一直是說 我們不要去談某一年的舉證 原因是因為 你氣氧費有一個論就在說 你要排除普通的 比如說國際用的其實比較低 如果你在比較低的時候 你氣氧費收費效果會比較樂觀 因為大家比較願意買油 但如果漲到30塊 真是為什麼某些 認為要做到30元的那個幅度 所以我方才說 不是不能單看你說現況舉證 氣氧費用現況推很樂觀 所以你就要做 因為如果你長期是以油為標的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浮動 受國際情勢影響 國家某一個固定支出 外部成本的費用 我方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方在談的 最後只講一個東西 就是大家看過吉帕說 有一集禮拜 大家都覺得打得很精彩 他那時候談一件事情是說 遠方的哭聲有時候普通 不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時候是幻想的 什麼意思 我方上來有去問對方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有人覺得我多角這兩千塊 我快承受不了了 沒有他完全沒舉證 坦白講他是幫多角的人擔心 但我方的舉證是什麼 是挫車業者拜託政府 不要再掌給他們成本了 這個舉證有沒有成立 我方覺得有 在你只打說 有可能公司吸收 那我方那個舉證成立情況底下 我方覺得 你不要去想說 我要整體社會完成公平 我要完成什麼樣的價值 先去審視社會的角落 所以我只講一句話很簡單 你的社會也許更公平了 但我方覺得 你的社會變得更不公益 謝謝 謝謝主席 其實我是一直不知道 為什麼1.4不夠 是我的舉證責任 但為什麼講1.4 是因為我的制度很明確 1.4是課在使用上面 所以他還是重車稅課的 所以那個比例大比較低 但我不是只用1.4課 我還有加重車稅 所以 總體人有沒有不夠 他要說明啊 但也不重要 第二個層次是 他幫他一直指責我 說我的公平 這件事情 是一個價值的後衛 坦白來講 我從誓字已經告訴大家 我也從各個學者 東海大學 光家大學學者的論文 就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特別功課 使用者平等的負擔 是一件很重要的價值 反過來講 如果真的要一直指責 我在法理上面的論述 我真的比較好奇 特別功課內部 要求大家要量能 特別功課內部 要求大家要稅守穩定的 法理依據在哪裡 所以如果 我當時沒有 在這個部分的法理 依據也沒有辦法舉證的時候 那就務實的進屬於 不要一直打算用 價值層次上面 他覺得他比我重要的事情 來想贏比賽 所以 這件事情 在這場比賽 落點到實際上面的狀況 就會是 的確 在他方街底下 可能可以收穫一點 穩定的利益 來自於 如果我能夠穩定的去衡量 這一個 但是 我能夠用車子來看 我就能夠穩定的做稅收 那穩定的貝收 他要對應的事情是什麼 他要對應的利益叫做 那是一個固定支出的時候 的確 如果要 每年要做固定的支出 那不穩定的費收 一定會有危害 但 為什麼我發生物質的時候 要一直去確認 那些他講的那個 穩定的固定支出 到底講什麼樣子 例如說 邊坡房戶 說要種一些樹 邊坡房戶跟種一些樹 難道 我不用看 實際上面到底 會不會有很多人來使用這些路嗎 如果 整體而言 國家發現 在這個 國家裡面 道路的使用量 流量是不高的時候 為什麼他要投入 那麼多的成本 來把路蓋得很好 他一定是可以做這個部分經費的能夠 就像我撥給地方政府的時候 地方政府不一定要死板板的 全部都蓋在同一條路上面 真正適合的做法 是去看 到底哪個部分的費收會增加 哪個部分的費收會減少 我實際把這個部分去投入那個部分的固定支出 才是重要的 所以 哪怕都沒有想想那些固定支出 其實都會受到交通流量的影響的時候 我方的制度 只要比起 地方沒有更能夠反應使用 在這個難典 我方就已經證明成功 但退一步來說 雖然道路沒有 真的可以收穫一些穩定的利益 我方會不穩定好了 不然沒有最後想抵的那個事情 叫做 他覺得有些人很慘 現在他們已經請求政府 拜託不要再加錢 我快活不下去了 那我們就認真來談這件事情 為什麼在稅收的概念裡面 我們會去 很常聽到一個名詞叫做要量能課稅 那是因為稅收 對應的是完整的公共支出 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用到的 所以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用到的 我知道這是每個人的需要 所以你很難拒絕我 我一定得跟你收錢 所以我才必須要量能 是因為我知道 有一些窮人 他也跟別人一樣要公共建設 可是他就是付不起 跟別人一樣多的錢 所以我必須要量能 可是你回到特別功課的 這個概念來談的時候 為什麼量能不一定是一個 重要的價值 來自於我方一邊所講的 前面 非稅功課跟特別功課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 是因為 這些公共建設的多應 是只針對特別少數需要的人 所以 如果大家在一樣的 用稅收的概念 去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 每個人都覺得 個別的公共支出 我都可以享受啊 所以 那我腳少一點錢又怎麼樣 反正各政府一定會 為了我的利益 幫我把這些路蓋好 所以 這就會導致財政之間的赤資 跟國庫沒有辦法充足的收入 所以 在對應這種需求 越來越增加的同時 我們必須要去看 這個公共建設的支出 本身是面向所有人 還是面向少數人的 如果是面向少數人的 我們就很遺憾的 必須要告訴他說 如果你真的是造成這個道路 更多損害的人 那很抱歉 你必須要做這個部分的負擔 那真正有問題 我們大概可以用 遺產性支出的部分 去做支援 我方沒有要真正主張 這是一個政策上面的處理 但是 這是一個政府態度的選擇 來自於 我在對應不同的稅收 還是特別公課的費用的時候 我會選擇的價值差異 都要沒有最後衝擊 這樣說的那一份子 叫做 某一年 我政府覺得 課程器來費過高的時候 我必須要少降一年 但其實這個部分的邏輯 其實我方覺得 也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 對於 這一個特別公課 跟對於備收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會有一些弱勢沒有錯 但是 真正你要選擇的事情 你是要在正確的備收規則裡面 用正確的方式去做對應 而不是 一直在特別公課裡面 想要用稅收的方式去做支援 整體人員才會公開 謝謝 您是他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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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нал 精彩的比賽結束後 現在請評審為大家獎評 首先請抓住正前方的張哲耀先生為大家獎評 各位好 比賽有分三個部分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個是公平 第二個是穩定 第三是經濟 好 我們現在談穩定的部分比較簡單 反方說正方的這個制度水油徵收是不穩定的 為什麼 因為用油量會起伏 第二個油價也會起伏 其實這根本不是兩點 這同一個點而已 你就只要講用油量 油價的起伏 只是用來推論用油量會起伏的其中一個變因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點 就講用油量就好 好 那正方的回應是說 第一種呢 說穩定就不重要啦 這個你是穩定的恆真爆鏈 那穩定就是壞事 你是穩定的這個福國利民的話 這穩定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穩定這個性質本質上是中性的 它不具有這個額外的這個價值 那我覺得這個說法這個OK 那我覺得本方沒有特別正面去回應這個說法 好 那第二種這個說法呢 是說 雖然用油量會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但是它不在乎 為什麼 因為用油量只要跟用路量 跟契然費是一起起伏 是兩者是綁定的 那就好了 因為你的這個契然費 擔心它的這個起伏 無非是怕它這個契然費收的這個多的時候 好像錢太多了 收的有點太多了 但是沒地方花 收的少了又怕這個財政這個不足以這個資益 所以才有麻煩 但是他說因為用油量跟用路量 之間有穩定的對應關係 用油量跟契然費之間也有穩定的對應關係 他們只要是一起變化的 就算再怎麼樣這個起伏都不重要 好 這個說法我也可以接受 那所以說到最多最多最多就是什麼 最多就是正方有某些交通上面的這個需要 我們政府是不是 既然被這個收取不足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要有要有 要有額外的這個財政去這個支援它呢 那我覺得 聽起來是不了了之的 我覺得這個 我聽不出來正方是有 有額外增加一些這個財政的這個缺口 只要這個用油量跟用路量跟這個氣攔費 顯然你收取 反正你少收氣攔費的時候 也減少了這個養護的這個需要 那就無所謂了 就算真的要這個政府額外去撥款去這個支援的話 我們沒有感覺到政府是做不到 或不應該做的 所以我覺得在穩定的這個部分 反方的價值沒有成立 好 那接下來談這個公平 公平的部分也簡單啦 正方說現況是看氣缸啦 什麼這個根本就不能夠反應用路量啊 那我們的這個用油量比較能夠反應用路量啊 然後你的這個 呃 如何如何 然後它還要增加另外一個 呃 跟題目沒有這個 直接關係的這個重車費 來解決一部分的那個 那個你說要修舊路的部分的這個公平的這個問題 好 重車費的這個部分啊 我們現在這個忽略不計先不管它 那正方攻擊說現況就是這個不公平 那反方是要主張說沒有 其實我們的現況的制度 隨車徵收是比隨油徵收更公平的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聽到的這個反方的這個講法 不是說隨車徵收比隨油徵收更公平 反方的這個講法是說 其實我們在追求公平上面也沒有必要一定要做的這麼好 我們的現況的這個制度也並非極不公平 就是還我們的公平的程度還湊合著嘛 就是也沒有真的像正方說的那麼差 好 我可以接受那個照反方的這個解釋 我可以接受 你說隨車徵收 因為你有各種的這個推估的這個方式 所以也稱不上是極不公平 但是我就是聽聽來聽去就是覺得正方做的更公平一些 所以我覺得那個你可能會說 反方已經及格了 正方的得分較高 所以我覺得反方在公平上面還是略訓正方一籌的 但是呢進入到第三個這個重點的時候 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第三個重點是有關這個經濟 反方這個講的就非常認真 花了很多的工夫來解釋說 我們現在很多這個業者抱怨說我們的油價成本太高啦 然後他也幫大家做詳細的這個普及 說我們這個月薪三萬七 照正方的搞法我們又要交到這個五千 然後我們的運輸業是非常底層的一個行業 是經濟的這個樞紐 你最後反應在終端的這個漲價可能到百分之五到到十 然後現在還有這個消價競爭的這個情況 等等等等 好我覺得反方這方面的這個論述是一遍就講了 他的矩陣跟推論都非常非常的這個充分 但是正方的這個處理是非常非常消極跟這個保守 我覺得正方大部分的這個時候都是說 我覺得你還沒證出來啊 等你證出來我們再來跟你聊一下啊 你要解釋一下這個產生什麼實際的損害啊 就是我覺得正方有點低估這個反方的這個論述 在裁判心目中引起的這種共鳴 我覺得反方已經很努力在證明這個經濟的這個損害 我抓不準正方希望得到什麼 你希望反方拿出什麼樣的推論或是證據以後 你會覺得說 好你證出了一個經濟上的衝擊 然後我願意跟你認真討論呢 就比如說你是希望得到 你要講告訴我失業的人數嗎 還是要告訴我衝擊的某一個規模嗎 我都有聽到他想辦法嘗試做計算嘛 什麼三億六千萬 輾轉的這個算出來說是兩千七百萬 他已經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努力 我都接收到了 我覺得正方好像有點太低估這方面 這個經濟的這個點了 包括了說像正方三變聲論打非常好 但是你前面四分鐘全部都在講這個穩定啊等等等 只要最後一分鐘的時候才開始聊經濟 在我心目中我覺得是這個篇幅是應該顛倒了 我覺得反方攻擊的這個經濟衝擊對正方是有巨大的威脅 而那個穩定你回應錯誤也就是那樣子啊 我覺得你要最後就算取得了公平的利益 還是要跟反方說的經濟衝擊正面做損益比嗎 那像是正方的這個態度要嘛是 只是想要再苛責這個反方的這個舉證責任 但是我覺得這有點求全責備 再不然你就說那個是公司的這個車啊 不是由這個司機來這個負擔啊 那反方也講了 那重點是誰負擔不重要啊 那你公司負擔也是增加公司的這個成本啊 那要嘛是轉嫁給消費者 那他生意可能會變差一點點 不然的話他自己負負成本的話他可能會考慮財源或是這個減薪啊 那他後來又補一個更細緻的這個舉證說 那我們以前也曾經漲價過這個十六十公司也沒有吸收 可能是自己這個吸收就是這個業界可能是很黑暗的 這個社會是很現實的 所以沒有正方所說的那麼理想 下我的這個小節 我覺得反方沒有取得這個穩定的利益 正方取得了公平的利益 但是正方要承受這個經濟的這個衝擊 我希望正方來告訴我說 這個損益比為什麼是值得的是利大於弊的 那反方有嘗試 這個靠貼近這個現況的方式來解釋 比如說他會說 我們現在這個什麼 計程車會有什麼補貼的 因為疫情補貼啦 什麼遊覽車會有一年的這個免收啦 這就是反方嘗試要解釋說 這也是正方正在施行的這個制度 大家共同都肯定的 所以也就是說 有時候公平就沒有經濟的衝擊來得更加重要嘛 像他截變的時候說 這是一個遙遠的這個哭聲嘛 那我們近在眼前的人要這個死於非命了 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呢 我覺得正方在這方面損益比的努力 都沒有這個反方來的積極跟成功 那我覺得正方就是 你處理的這個天賦什麼什麼就是 就是沒有這個講到我覺得真正最核心的這個點 我最後是認為說 正方追求的這個公平沒有經濟衝擊來得更加這個重要 所以對於那些這個業者 至少廠商討論到的那些產業來說 隨優徵收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這個方式 好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張乃洋先生為我們經濟講題 底下談判雙方便是以上的各位大家好 剛剛只要去唱廁所的時候想教了一下 我都覺得就是自己在看比賽或是覺得重要的事情 和或是習慣的打法或是攻防的方式 會和現在的就是場上的辨識打比賽的比較一樣 我覺得最經典的就會是像這個題目裡面就很想要遇到 正方一定會主張公平 那反方對於公平的這個態度會是什麼呢 我覺得啊就像是反方在很後來有隱約的提出來 比如說啊這個你有想要這個課他一點局勢責任啊 所以有沒有人為了這個少多少的這個兩千塊要課不出來 這個有點尷尬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這也是我自己會喜歡的這個方式 可是太晚跟太少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會是理論上在手持的時候 就會應該要確認的事情吧 因為畢竟這件事情其實是正方改變制度 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理由啊 因為正方的通篇的一變都非常的完整在論述 這個不論是從法理上面 還是從這個這個英雅的價值上面 都在論述這個公平 就是現況之下的如何 現況之下如何的不公平 跟他們的制度如何的公平 這個會是正方基本上唯一的需要性 可是不確定為什麼你們挑戰需要性的方式 那麼的入 我真的是用入我來行為 就是因為對我來說這些強度都很不夠 那質料的解釋是因為這樣很擊白 我是覺得還好 那反方對於這個正方這樣子 這個公平上面的論述有幾種說法 這個在前階段有超到一些 可是後面也沒有好好的發揮 比如說這個使用道路和損害道路是一不一樣 那你到底是要因爲什麼事情 而這個付費跟收費 或是這個為什麼特別公費 就代表使用者付費啊 一些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些討論反而不是很重要 因為原因是正方的制度 因為反方今天 反方今天也沒有想要用這個 就是常見的里程收費嘛 所以可想而失的是 在公平這件事情上面 你是一定會輸正方的 所以你要質疑的方式 其實應該是 我們可能不需要那麼公平 那我們不需要那麼公平的這個方式 不就是看那你為什麼需要更多的公平 這些事情 需要更多的公平 應該會是正方的主政責任才對阿 就是反而我會覺得你在 反方在這個點上面的工行操作 會滿失敗的 就是我覺得至少在 前階段這個正方 正方這個公平的論述 我覺得是一路暢通 那至於你自己在前階段 這個想要論證的這個 論證的這個浮動 對我來說就是也會有一點點困惑 我先先姑且不論 我自己心底會覺得你的浮動的論證 和經濟的論證會有一點點矛盾 就是當然你或許也是意識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並沒有想要打正方是有稅損 而是打正方的稅收不穩定 那我覺得意思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你如果告訴大家會有損害的時候 就是我換個方式說好 那你如果告訴大家這個稅收會有浮動 那對運輸業務留業他們的這個也會有浮動嗎 就是對他們的這個衝擊也是浮動的嗎 我不確定啦 就是這是我心理上面的OS 就是這個這兩點避害聽起來在期間上面 會讓我心裡有一點點矛盾的感覺 但是影響不大影響不大 有在這樣沒在裡面 那我覺得在浮動上面 我覺得就是你這個 正三的這個質詢問的很清楚嘛 就包括你到底會短收多少錢啊 那你會浮動這個程度多少 我覺得其實你們比你們的這個狀況 應該要再早一點點去進入 到底浮動的程度長什麼樣子的工法 就是我覺得從滿前階段 就是滿你能夠理解 就是對正方的經驗 就是我覺得滿前階段就能夠理解 反方想要做這個樣子的論證跟論述 所以特別是他其中一段說法是 你把正方的制度會產生的浮動 落落在金錢會無法去支付常態性的支出 就是這個是反方對於正方制度的其中一種指控 那我覺得那 我覺得這是一個具體明顯的指控 那你好歹要在這個方面做出一點 就是直接的防守跟避害吧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去要資料的事情 就是反方都說得莫名了 那這個地方衍生出來的就是後面你們有一些什麼 就是反方都舉證了一些預防性養護的這個說法 這邊差個小外話 小丁雖然現在是教練 不過好歹以前是學會計的 就是固定成本跟並論成本是專有名詞 就是你們在用實用方面跟我的理解會有一點不一樣 會讓我有一點熟悉 但是影響的啦 就是固定成本應該是常態性要支出的事情 那而不是我記得你們的解釋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這不管就是 那 反方去用 反方試圖想要用這個方式去科正方什麼樣的責任 其實我聽的沒有那麼明白 就是這個聽起來應該是說啦 應該是說 聽起來反方要完成這個樣子的論述 需要滿大一段的矩陣的 比如說那現在我應該要花多少錢 那正方這個浮動的範圍可能會做多在多少到多少 那如果做多到多少的話 會有這個差距 而且就像是前面這個 有一個階段的理解啊 你油價如果漲 那你大家的用多少 大家的用多少 那你的損害就少 所以說收費也少 那損害少收費也少 那所以說在 這個是在變動成本上面的影響嘛 那你固定成本你的固定支出會有多少 那你固定支出會為什麼 這個樣子的浮動會不足以至於固定支出 而只有正方的制度會不足以至於固定支出的時候 才會變成正方的避害 那反方在主張就是穩定不穩定的利益才會浮現 對我來說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我覺得反方在浮動或是穩定上面的利益 不應該僅持於此 我在應變的時候似乎有抄到什麼 穩定的養護費和交通安全是有關係的 可是這你後面是沒有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一點點奇怪的 乃至於我覺得在這個浮動不浮動 穩定不穩定的部分 這只會輪為被正方刷分的部分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其實是操作上面的問題 那最後就一樣 就只剩下這個 就只剩下這個經濟 我覺得經濟啊 就是在正方的處理上面 你們一開始的這個問題也算是到位的 就是你包括了 你去跟他要這個實際的這個曲子到底影響會有多少 那這邊我也有一點點困惑 就是我也是從反方的一面稿就聽到 你不是說會有什麼影響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物價嗎 聽起來有一點點可怕 那為什麼你們沒有在後續用這個樣子 還是我聽錯的 我不知道啦 就是那聽起來是你們一面具有的素材 那聽起來你們反而在後階段 就被這個正方挨著打 那因為我反而我個人操的 就是操點的方形定的時候 我理解正方想要這個論述經濟 那之後如果有一些數字的話 我可能會操一下 那我自己在這個操論點之後 會有的樣子 那你們在做一些這個價值性 或是一些這個程度上面的這個說服的時候 那我就接收跟接收 但我會特別操 所以我有特別操的應該就會是 你們有舉證資料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就是這個反方有這麼樣的素材 是我操錯了嗎 還是有聽錯的 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有這樣的素材 還沒有這樣用的話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聽起來這個正方在前階段 這也是我可以就是 在正方守則小小的建議 就是因為像這個100億的這個稅收 或是說他這個承諾的多光 我就是我自己有操到的座牌 我確定你有沒有操到 就是你的質疑非常的準 但是你如果要更準 更省一點點時間的話 你就問他 直接問這份資料 可能會更準確一點 就是你可以省一點時間 因為你在我記得你如果回去看的話 那輪質疑 因為我覺得反應有點不小 就是我自己蠻不喜歡的 但是你如果直接對資料來問的話 應該可以讓你省不少嗎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經濟上面的論述 我覺得和質疑的看法差不多 就是正方的處理是有點蠟拍的 就是其中畢竟其實在 雖然反方在這個落掉了這一份資料 不過他或許有補充一些這個新的說法 那在至少反方顯然他認為這個經濟上面是重要的 那正方的態度卻一直都是 你去主張說他沒有完成這個論證 那就某個層面來說 雖然我預設他這個會有一點點矛盾 不過正方的制度會影響到經濟 先不論衝擊不衝擊 會影響到經濟的事情 也理論上應該會是確定的吧 那正方也沒有想要積極的否認 那所以你應該要更明確的去比 就像這個反方其中一個態度 你想用一些技巧跟說法來和正方確認 你的論迷是不是可以退讓 雖然這對我心裡會覺得蠻廢話的 重點一直都不是可不可以退讓 而是退了要幹什麼 你會換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邊其實有一點點沒對到底 因為你在可以退讓之後 你就應該要來看就是 你到底想要主張許修哥的事情會是什麼 就是你認為退了換到什麼 而你認為這件事情更重要 這才會是你要操作的方向 我個人會這個樣子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在論點分上面 就是想過之後 在公平的論述上面 正方即便明確而且漂亮的拿到 不過對我來說 這件事情一直都會是 在價值上面的確認 就是 這是我有點老嗎 就是我比較難 我個人比較難 因為純粹的映然去完全 cover掉實然上面的這個顯著的這個地盤 所以即便正方明確的去 論述到的這個公平的價值 不過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是那麼重要的 或是足以改變現況 這有在我這個心裡的評價 那這是我自己本來心裡的預設 更何況我覺得反方在後階段 是有做出這個明確而 就是點對點的這個比較的 反方明確告訴你說這個公平 他認為這個可以退讓 他這個認為公平上面不會有什麼實然 上面的一個避害 反而這個在物流或是運輸業的這個 大卡車司機上面 他認為更該保護一點 這個我覺得公平不公益的損益比 在我心中是有成立成功的 所以我把一分的論點分出判可以反方 不過我必須得說就是前階段 就是我直接交代我 我其實剛剛講明確實 應該有交代我技巧分的判法 這個判斷 就是我覺得前階段這些操作的實務 實在讓反方在前階段掉太多分了 所以在這場評分單上面 我的勝方應該會是給政保 所以我這張評分單去探討 謝謝 那我的最終的判斷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 最後一個講就是我就針對 為什麼我的判斷不一樣 就是我先講 我最後論點分出是判給政方的 那這件差別 其實就像前面裁判所說的 雙方的差別在公平收起來了 經濟上面也收起來了 所以判斷是這兩個之間的比較 那這個比賽對我來說 我最後其實是很猶豫 怎麼去做判斷的 那當中有幾個戰場 是開在最前面其實有影響到後面 我再做這判斷的關鍵 首先是到底追求公平 是不是這個特別功課要追求的事 也就是使用者付費的這個概念 那我不確定 因為其實會覺得說 反方這邊攻擊說 是不是一定要用使用者付費 那在這裡呢 政方對應的回應叫做 大反觀視線當中有說 他收費要反映什麼真實 大家的用戶狀況 這件事情 那我不確定這個詞 算不算一種使用者付費的意思 但是起碼從這次資料當中 我估卷不論他是不是一種特別功課 或是他定義上有爭議 是大反視線針對這個去視線說 他是有要使用者付費的時候 這件事情上面我就可以接受了 那只是在這裡沒有舉出另外一支要說 可是特別功課的概念本身 他不一定要有對價的關係 那我這邊在連結上就會變成 那對價關係影響到使用者付費的公平性 之間的那個連結是什麼 因為就會變成 所以在推論上 因為特別功課不一定要有對價關係 所以他不用使用者付費嗎 這邊我會有一個問號 但回答我到底要不要使用者付費的資料 我覺得強度比較高 但是大反視線有告訴我說 他要去反映真實用路人的狀況 所以反映這件事的價值 對我來說是這個制度設計重要的部分 是制度設計重要的部分 那這個制度設計重要的部分 正常有沒有積極論證 他們如何真實的反映 大家是用狀況有 而且我覺得在論證上面 是比我今天比賽來的更細緻的 也就是從不管你們講交通成本 或風險成本 甚至還區分了所有的建置新路 或者是去維修舊的路的這件事情上面去反映這個東西 我覺得相對在論證上是清楚的 那當中有一些比較差出來的工話 就是其實我同意反方所說的 蓋新路這件事情的利益 我不懂為什麼要連結到 怎麼知道哪邊的路要蓋新路 因為你不是只有加油站的時候會知道他在哪裡加油 可是他在哪裡加油不等於他在哪裡開車啊 所以還是那只是否一個分析使用 因為我聽起來就很像是 我就否一個分析使用 就是我好像收集了這些資料 之後就可以知道哪邊路要再做加強 但是這樣嗎 或者是現在的 現在我們的政府有資訊匯乏到 需要用這種方式來瞭解到底哪邊家裡有比較多 或者是我方向所說的 我直接到加油站 知道每個加油的量 我就知道這件事情嗎 所以這塊我是個人沒有很聽得懂 那如果你們其實 有我想講什麼很重要的利益的話 我覺得回去可能要討論一下 這邊到底想具體表達跟 比現況多的那個部分在哪 不然感覺 感覺我其實沒有接受到這塊事情 但是如果有接受到的事情 是正方在公平心上面 確實 確實是有正誠更精準的討論 有無真實 那再來順收穩定 其實我個人覺得順收穩定 最後有一個概念我很喜歡 就是說使用者付費 我覺得這有扣回 前面講的對價關心這件事情 就是會不會我們對於公路的 維修的這件事情的想像 從來都不是有人使用的 才有收費的可能 即便他不使用 但我為了確保他萬一 有一天要使用的時候 有完整的公路系統 所以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上路 那這件事情的潛在前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潛在前方 就是我無時無刻確保 你可以使用這件事情 應該要 你本身就要付一個費用在那 即便你沒有真的上路 可是你隨時可以上路 因為像是我去那個什麼 遊樂園 然後我可以買門票 今天看不做任何設施 但我就還是付了那個門票錢 然後大家集結起來 才能夠去建構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在這概念上面 是要透過你們舉的資料 相當之二 預防性養護的資料 扣回到公平性的討論 因為我覺得這邊是 落回公平性討論 去質疑說 你這樣其實沒有更公平 原因是因為你只看得到實用 但是我們對於歸費的 這個道路 來那種收費的想像 並不是真的上路的實用 是任何沒上路 你這樣有車 有這個車的所有權 你就應該要付出這樣的成本 確保政府提供你一個 外影影響下路的狀態 而這才對應到說 為什麼在有一些偏遠公路 即便很少你去 我還是要見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這概念上是好 可是我必須說 在論點上面沒有真的 讓我感受到它在扣公平 比較像是在講財源穩定 所以你想大食然比喊 叫做你這樣財源不穩定 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覺得課公平是這樣 因為課公平是我自己想像的 我覺得是這樣 甚至在盜版人之間當中 也有類似的例子 我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裡面好像有人 他在解釋一個問題 叫做為什麼是車主付錢 為什麼不是駕駛人付錢 就是為什麼是 他是隨車 為什麼是車主要付這個錢 而不是開車的那個人 要付這個錢 那盜版人在這邊就有回答 異曲同風之妙的效果 他就回答說 因為為了確保你自己 擁有這個車的所有權的價值 能夠彰顯 就是完全用此不確定 所以政府要提供安全穩定 四通八達的公路系統 因此擁有車的車主 直接或漸漸享有這樣的利益 所以即便他不是駕駛人 他也要付這個錢 光是從這個例子就可以得出 你開不開根本就不重要 或是不是你開也不重要 而是這個車本身在這個世界上買下來 他沒有去申請我停駛 就是他還是一個可以被開的車手 我政府就要提供你這樣的服務 因此你要付這個錢 我覺得概念上 所以如果往到上位價值去討論公平性的話 為什麼公平的想像是只有落債 有使用才要付費 反而會是正方中 只要有使用的人付費 才是一種不公平 懂我意思嗎 應該是所有有車的都要付費 這件事情的服務性跟著有車 你就有權利服務的 有權利想像這樣的服務的 所以都一定要付費 那這件事 我覺得這邊的概念應該是往下打 那邊的公平才是稍微大條件 懂我意思嗎 但如果往下打 會變成什麼樣呢 會變成 到底會不會少錢 那我 雖然你們有想要討論一些程序性 但其實我必須說 我在議變港的時候是有聽到 正方的那個費率1.4怎麼算出來 因為他不會憑空講個1.4 他就是用現在要有的支出 去算於那些我們的用油量 才算出1.4 所以在邏輯上 他們的制度就是一個 用我現在要多少錢 我要去回推算的狀況 所以他最後回說 他們不會少收錢 總收都不會減少 這件事情我是可以接受 他可能1.4會有上下 比方說假設我的支出很固定 然後今年用油要減少 他可能會有一些浮動 但是他們的制度 並沒有想要在收入上面 去做減少 他通過費率 就可以確保自己收入已經收到一樣 那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落到預防性養護 可能會有出問題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邊就沒有證得那麼清楚 就是在穩定性的工法上面 為什麼我沒有接受到原因 但是那個概念 其實應該是打三位的 就是打三位公平性的整件事 好 那再來經濟衝擊 經濟衝擊我覺得 前期段的攻擊滿有效的 就是資料呢 就是如果真的有 或是真的有一些很明確的 那幹嘛不拿出來講呢 那我覺得往下上會有一些斷裂 原因是那個斷裂是正方其實一直都有在說 那他的制度之下會怎麼樣 他的制度其實他講白就想講1.6 這個制度之下 如果水有的話會造成多大的這個後果這件事情 那本方在這裡舉了一些資料包含 比方說 營收3億多 然後有2千7百萬要交出去 老實說啦 雖然資料取很多 但我並沒有很明確的感受到 有沒有對應到正方制度這件事 老實說 所以 但我這邊有建議正方再出一個工法 叫做 比方說他今天算 算的那些成本的上升 他那算 現況下的誰 的氣燃費不會徵收 就是現況下的那種 隨車徵收的方式的錢 是會省下來 但他會多的是另外一部分 那這邊的目的並不是要說 沒有經濟衝擊 是要打糊 你證明的具體避害 那這個時候 反方肯定就證不出來 那這時候才說 那你講的就是一個風險 然後再出來那個水有 就比較有優勢 對不對 那在這裡啊 我就接受到 那反方的避害從不存在 就是論證這個經濟衝擊的 這件事情的風險 我是熟的 所以在這裡就進入那個水有比較 那水有比較 然後到最後 我就判斷在講這個樣子 對反方來說 反方認為為了這群人 不應該去追求公平 因為這群人太可憐了 但正方呢 他到最後面 我有接受到一個概念 就是 姑且不論前面就有先打一些 現況下的 現況下 反而對於那些客運的業者 他們的車比較大的時候 現況下制度就是給他比較多的 在規範上面就是要求他付比較多錢 只是政府另外在做免徵的相關優惠措施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反映一件事是 制度的設計到底是為了幹嘛 所以正方其實有一種 他表達一個觀念是 就算我可能對他們產生經濟衝擊 但是這些也是真實的用路人的狀況 所以這個經濟衝擊的問題的鍋 不應該由水油徵收來揹的這件事情 所以以這個態度 他並不是不幫這些人 只是面對這些問題 我制度要追求公平的制度要被完善好 你那些我可以用錢解決 我覺得講的沒有那麼透 但是我覺得你講的更透一點應該是 我們現在面對到那些不公平的狀況 就是有人多付錢的那種狀況 是要透過制度才能解決的 我制度修正我才能真實反應 可是你今天講的那些經濟的狀況 因為我更公平之後 反而導致經濟衝擊這些狀況 是可以透過錢解決的 是我在政府在想辦法耳相 說用經常的接觸補助就去給他解決的 我不需要為了制度 讓我整個制度處於不公正的扭曲狀態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那個更清楚一點是講這個樣子 可是我必須說 因為我真的有接受到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在水比加上 再靠回到最前面講的 這件事情是大安視線所重要的 要被追求的 所以我在判斷上面是 更相信正方一點點 那除了剛剛的那種隨意理解決之外 我覺得正方還要再去拉一件事情是 到底誰是那群小開車的人 所以現在想不想提醒 這個人的輪廓想像是可以對應到對方的 輪廓想像 就是不一定 像他們講 他們講經濟衝擊嘛 好像很慘 但誰不慘 各行各種慘人 也有慘的人 是沒有辦法開那麼多車的人啊 比方說就是 我開車我停車會很難找 我在外面停車會成本很貴 然後到外面停車又可以特別開發單 那對我來說 最近經濟狀況不好的人 我大概是什麼 我要不然走路到大洞交通通去 不然我把你家裡有汽車 改成汽車 你懂嗎 就是有一線它可能是 因為現在的交路 通風環境其實沒有那麼的良好 所以我才沒有那麼好的去開我的車 它也是一種不得已的 這一種狀態 好 總之我的判斷就如同我以上所說的 雖然跟千尿阿祥不一樣 希望我的說明有讓你們理解 為什麼我是這樣做判決 好 有其他問題可以再問我 謝謝各位 謝謝 最後宣布本場比賽的成績 首先聲明 評分單宣布的順序 跟裁判的做事 跟裁判講明的順序沒有關係 第一張評分單正方比反方 86比85勝方正方 第二張評分單正方比反方 115比122勝方反方 第三張評分單正方比反方 104比98勝方正方 恭喜正方以2比1獲勝 那請收到電視致台前握手 好 謝謝 總討論 沒事啦 欸他們的皮靈 我們來幫你 他又是那 他也前面有空 OK 欸我們都知道 壓制的特技 剛好起來 欸炭哥我跟妳 有 我先拿這些滴滴扣扣下去 然後我們等一下一起走這張塔 你們要回去睡 好我抱著好了 等你 等你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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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